恩典365 我们一年365天天天活在神的话语和祂的祝福里面 我们要从以色列人攻打爱城 第二次攻打爱城 找到许多属灵的原则 还是说我们读圣经其实不只是读圣经故事 是找到属灵的原则 上帝做事 上帝祝福人是有原则的 抓到那个属灵的原则 约束亚可以蒙福 你我一样可以蒙福 当他们第二次要去攻打爱城的时候 在第八章 约束亚第八章第四节他说 约束亚有一个宣告 他讲到说 你们都要在城的后面埋伏 不可以离城太远 后面说都要各自准备 各自准备 今天要跟你分享 从这四个字 我们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 其实在八章的第一节 神已经宣告 神跟他们讲说 我已经把爱城交在你们手里了 那是神的宣告 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是已经把爱城交 而这边呢 却看到的是 人仍然要尽自己的本分 各自预备 你知道 这是在基督徒圣明当中 两个很重要的原则 有的时候我们会偏到一边去 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在乎 自己的认真的预备 努力 觉得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也有的时候 我们会偏到另外一边是说 上帝啊 你说祝福 你说请你祝福我 请你恩待我 却不尽自己的本分 这段经文从 约苏雅迪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就是 第一 有神的应许 神的祝福 第二 也有人当尽的本分 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 我在 我在服事当场跟弟兄姐妹分享 不是百分之五十依靠神 百分之五十靠我自己的努力 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依靠神 也百分之百的 尽我所当尽的本分 百分之百的依靠神 是因为知道 离了他 我做再多也没有用 百分之百的 尽我所当尽的本分 不是 如果我这一份不做 上帝就不能祝福我了 不会的 上帝要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拆派一个天时 一夜之间进到亚树的营中 所有的敌人都没有了 百分之百的尽我的本分 是因为我的神 配得我把最好的给他 我愿意跟主同工 当神要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尽我完全的本分 去做我该做的 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 一些重大的 在你的人生里面 一些很重大的事项 百分之百的 说主啊 离了你 我什么也不能做 我需要依靠你圣灵的大能 也百分之百的 尽我当尽的本分 因为主 你配得 我把最好的献给你 上帝祝福你 各自准备 依靠神的应许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求你帮助 我们让我们面对 每一件事情 都有这两个态度 百分之百的全然的依靠神 也百分之百的 尽我所当尽的本分 愿你悦纳 我们所尽的本分 我们更祈求 离了你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愿你的祝福 临到我们中间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再说 不是一半一半呢 如果一半一半 一件事做成了 还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我们必须承认 没有我的功劳 全是神的恩典 但是 我愿意 尽我当尽的本分 因为我要把最好的给神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